马上母亲情后秀她的最后一程 有她的家人陪伴 而今天滨海时间 我们请来了联合报的记者王光辞 到现场为大家来分析 总统跟她的母亲之间的亲子互动 光辞您好 主播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们看到总统昨天晚上送走了妈妈 双眼都哭走了 那么其实就你私下了解 总统其实还蛮好强的 那当然之前我们大家知道 总统可能在妈妈面前 如果真的有掉泪的时候 也许是在2006年的时候 他当台北市长 那个时候涉入的是 特别废的风暴的时候 那时候曾经就是会觉得很不解 为什么他明明就没有做错事情 但会被大家误解成 他可能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 而现在这一次总统看起来 遇到这样的事情 是不是更显得无力 是啊 而且最近这个是 最近除了他家里的事情以外 国事也是 国事家是两头烧 其实从去年马王 马总统跟立法院长王金平 他们之间的这些就是诉讼官司 这些的一直下来 马总统他的民调 其实是一直在往下降 而且就始终没有起色 然后外界对他的批评 其实是越来越多 然后越来越各方面的 然后甚至 其实从学运开始也看到 有一些比较不理性的 然后网路上 网民 一些甚至已经就是谩骂或什么的 那这个情况下 当然他做的 他的做的好不好 是可以去检讨 但是在这个情况下 他妈妈又是在4月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住院 而且那时候住院其实是非常危急的 那个万方医院 其实也发了病危通知 其实马妈妈他这几年 据我们的了解 就是马妈妈他这几年的身体 其实就并不是很好 对 他最后一次露面 我记得是今年的2月的时候 就是他跟他的女儿去 中兴新村看那个灯会 那时候其实看起来 他的汽车是还不错 他也可以聊天 讲话 他还发那个 马总统的那个红包跟福袋这样子 而且那时候就是现场妈准备的那个餐饮 其实是比较冷掉的 因为那边没有餐厅 他要把它就是从外面买回来 所以买过来的时候 他已经有点冷了 那马妈妈还是吃得津津有味这样 那个时候其实大家都看不太出来说 就觉得好像还是跟以前一样 93岁 90几岁老人家还是身体很健 但其实2月3月的时候 我们就陆陆续续有听说 马妈妈的身体好像不是很好 然后马总统他回家的次数也变多了 因为他以前是就是固定每个礼拜四 他至少会回家一天陪他妈妈吃晚饭 但是他其实这几个月就是 只要晚上有空的话 他都会回去陪他妈妈 对 因为总统的母亲一直对总统来说 都是在他脆弱 最脆弱的时候是给他一个力量的来源 那么现在看起来 总统当然会显得更无力嘛 那么